我本来是想正当化这个土耳其 但是正当化他的话有一个时间的加成 主要是因为对面有这个 伊斯迈特这个人 他加了200%的这个正当化时间 这应该都蹭上 我们直接硬跳吧 反正都是一样 这边跳伞计划布置好之后 把这个主力石拳移动到最近的港口去 一半在色宝一半在DF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这个跳伞计划 先等他们状态回复 让我们保证我们第一波能打下来一大片地 这边跳伞我们是不用抢制空的 因为双方都没有在这边放飞机 AI只会炸我们工业区 我们用这个运输机卡效率的时候 AI是不会来抢制空的 但是如果我们部队已经落到英国的地上面的话 英国就会主动拿飞机来舔我们落地的部队 所以我们之后就跳不了 所以在跳上去之前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几个部队先跳一下 直接跳 直接硬跳 测试一下 刚才虽然看过所有港口都有防守部队 但是我们还是尝试一下 因为如果我们落地的时间不同 那是可以把他港口部队给勾引走 这个多福尔 伦敦没人 好 这个波斯茅斯 跳上去了 因为这个伦敦把他们勾引走 然后多福尔也是有勾引 我们直接上岸 这边看一下我们的海运情况 还可以吧 这边也开下来 这边稍微小蹭一下这个 瑞士 我们这个部队出发之前在把这个移出集团军群啊 我们再开一个这个额外补给啊 别到时候我们上岸又没补给了 他这个额光速回头就有点逆天啊 这个版本AI的反应是真的快 他将他将不打了 那我们就起飞了呀 他又回头了 这个是鬼畜吗 我们静下来和他扛 好 这个部队都上岸了 赶紧打开一条路 先把沿岸的港口拿下 放两个池留走一下 好 这个伦敦 散兵已经消失了 但是我们顺利抢下了港口 接下来就随便打 先稳固一下战线 把上面的敌人再拦截一下 我们再放一些师去 抢一下伦敦啊 这边能不能败退一下 直接败退到伦敦去 伦敦可是个大不及点 好 这样子就更好拿一下 然后我直接去夺这个诺维奇 他这个部队都是匆忙赶过来的 这个坦克的模型有点怪啊 没见过 直接两边夹攻啊 这边一定要手操啊 你跨线肯定是打不过的 目前就是祈祷我们这个海上航线 没有人干扰 这个船怎么都啊 就是刚才我在这边看港口的时候 牺牲 这边需要一点耐心 然后我们的飞机的话 看一下飞机站 飞机在这 可以过来帮忙啊 但是其他的飞机战术空炸机 还是掉一半出去 掉到这边 然后顺便正当化一下这个瑞典 赶紧卡一下 这边新手就不建议模仿了 如果你要打这个王牌满加强的话 这个必须要有点微操的 英国的主力师应该都被我们吸引在海外 他不应该家里面有这么多部队 然后后续的填线是可以过来一点 我们直接取消掉这个填线任务 过来一点 帮我们把港口读一下 防止英国反登陆这个港口 后新年研究好 这个可以给主力师装一下 再研究二级后新年 我们就接着继续推就行 这边好像是来不及了 所以就算了 这局就不杀瑞典 我们就用战术轰炸机 硬炸挪威就行 他这个没进战争 先宣战一下 硬炸他的工厂 这一招我之前讲 只要把他工厂或者基建炸坏了 他就进战争 这一段不适合新手操作 不要学 你得把我的手操都学会了才行 所以我这一段只能老手来模仿 如果你打的是普通难度的英国是可以 这个是加强难度的 加强难度的英国 他是有额外的防御能力的 他这个每格防御都是400以上 他的核心防御特别高 我们只能靠自己硬打 这边还分两个吃过去就行了 他这个部队都是刚上岸上来都死 我们推的比较快 先进坦克底盘研究好了 这边没什么好研究的 就等这个炮了 这个炮好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大规模造中型坦克 继续推继续踩点 为什么要手操主要是让对面来不及重新挖浅豪 他被我推了一格之后 他就要重新挖浅豪了 还是回去吧 这边空军还是抢不下制空吗 有点尴尬 过来抢一下这边的 有点不过的 来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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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好 来抢一下 这英国部队还是有点硬 反推我一个我是没想到 但是他突然开始加速了 就是瞧不起我 直接进攻一下这边 这边就不进攻 这边这个地形太烂 只能硬打 怎么还不投呀该投了吧 英国怎么还不投 95%还差一点 这两个师到这边帮忙 这英书船一直在被偷啊赶紧进一下 反正满加强的AI防守是真的硬 这个核心加的太多了 硬找给他找一下 好英国投了 这样子看一下我们到底灭了哪些国家 英国卢森堡 比利时 是河南 波兰 西班牙国 南斯拉夫 瑞士 希腊 丹麦 保加利亚 胡桃牙 匈牙利 自由法国 中国 挪威 罗马尼亚 加拿大 新西南 南非 英属 印度 和属 东印度 好 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儿了